到底是谁至今为止,仍然坚持要磕这一对啊? 余生夫妇的堂点,真的是怎么扒都扒不完,有人说肖战是中央空调,我不服。 湛哥的温度,明明只给了姊妹,湛哥的细节,也都在姊妹这里明显。 湛哥一个人在玉谷瑶剧组里打伞,重规重矩的,是一个毫无感情的喷洒机器。 而来到了余生请多指教的剧组,看姊妹打防晒喷雾,直接一个震惊的双眼。 湛哥也不自己涂防晒了,端着脸,享受地接受姊妹的防晒服务,两人共用一瓶防晒喷雾,似乎在某种意义上。 关系已经好到,穿一条裤子了,裤不裤子的不知道,反正穿一件外套是肯定的。 当杨子被动到瑟瑟发抖,湛哥看见了之后,马上就脱掉了自己的外套,动作熟练地给姊妹披上,披好了还摸摸头,整理姊妹绑起的头发,整个动作流畅,行云流水, 完全没有一点点犹豫,而姊妹对于湛哥的行为也不意外,自然而然地接受了,太阳稍微大一点,湛哥也不管姊妹有没有防晒,马上就出手给姊妹遮太阳,嘴里含笑,姊妹撒娇,湛哥没有被太阳晒化,反倒是被姊妹萌化了。 脸上不值钱的笑容,太好磕了吧,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了,湛哥捧住姊妹的脸,动作温柔,眼神细腻,如是珍宝的眼神,简直不要太宠溺。 而且,湛哥还有小动作,他还情不自禁地捋了捋,姊妹的头发丝,这是谁家的爹系男友啊?不仅如此,湛哥还拉着姊妹,一块看自己手机,看到好玩的东西,两人一起笑,一起激烈讨论,聊得很开心。 太阳晒过来了,湛哥马上就下意识地出手,捂住杨子的脸部被晒到,巧了,刚好这时候,姊妹也出手了,姊妹也想为湛哥挡太阳,是互相遮太阳的小两口啊。 看到姊妹一个人撑伞,湛哥都着急忙慌的,一把抢过伞,完全就不舍得姊妹自己动手,这是什么保护欲旺盛的小男友啊? 咱就是说,两位大明星,明明都有助理,在身边,可是两个人都自然地,接受了对方的照顾,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,湛哥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啊,没看花絮之前想都不敢想, 肖湛这个大明星,竟然能为一个女孩子,心甘情愿地,当起了小助理,可能湛哥的主线任务是当助理,支线任务才是演戏,姊妹对湛哥也很偏爱,也会体贴温柔的。 用自己的剧本给湛哥遮阳,两人,这小情侣的腻外行为,统统被导演尽收眼底,导演带着麦克风给姊妹,打断了湛哥的动作,湛哥看到导演来了,马上变脸,变得老实了,脸上完全没有了,刚刚的宠溺神态,真怀念啊,在拍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的时候,那个夏天里,湛哥为姊妹挡阳光。 姊妹的防晒一半分给湛哥,花絮在乎,也盖不住俩人之间的粉红泡泡,男孩子的头发是可以随便动的吗?那当然是不可以的。 特别是对于肖战这个处女做男生而言,可是,在《余生请多指教》的剧组里,肖战却主动撩杨子头发,杨子毫无防备,甚至还有点惊讶的反应,但都没有拒绝湛哥,任由湛哥拨弄自己的刘海。 要知道,杨子可是一直把自己的刘海,看作跟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,在镜头面前,特别注意自己的刘海有没有匹刹,去哪儿都带着小镜子。 时时刻刻呵护住美丽的颜值,同样,当杨子看到肖战的刘海,遮住了他的眼睛,杨子也会下意识地,去拨弄湛哥的头发,捋好了头发,就顺势把手搭在了湛哥的脖子上。 湛哥的反应不是吃惊,而是愣在了原地,目光炯炯地看着姊妹,湛哥好乖,任由姊妹扒拉,眼睛都不带转一下,看着姊妹温柔的动作,网友们竟意外发现,除了演戏之外,杨子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,看来,姊妹撩拨的不是头发,而是湛哥的心吧,这么看,两人应该是互相喜欢的,才能把照顾对方的举动。 做得如此粉红泡泡直冒,余生杀青的当天,恰逢杨子生日,湛哥特别开心,一直围在姊妹的身边转,在后来的个人采访中,湛哥还吐露自己内心的不舍,不舍剧组的欢声笑语,不舍杨子,在其他场合碰见杨子,肖战脸上的表情,那可真是一个365度变化。 在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上,湛哥营业,脑袋放空,突然,一个曼妙深姿的女子闯入眼帘,湛哥惊得一下两眼放光,仔细看之后,确认了来人就是他的姊妹,好不容易在舞台上相遇,湛哥的眼神迫切,就好像是在说,好想过去找姊妹啊。 奈何自己,现在还抽不开身,可湛哥也没放弃,眼睛一直流转在杨子身上,终于,在新年倒数的钟声响起时,湛哥可算是找到机会了,剑步如飞,叹过身子,避开所有人,跑去姊妹面前,目光里只有姊妹,对姊妹说了新年第一句,新年快乐,和姊妹会晤成功。 湛哥脸上的表情,肉眼可见的开心起来,众所周知,有杨子和没杨子在的场合,湛哥的营业状态都大相径庭,很显然,有姊妹在的活动里,肖战整个人都是活的,会有许多小表情,小动作,重点是,他会找准时机。 跟姊妹互动,这样的纯爱故事,叫人怎能不磕呀,其实,杨子和肖战的情谊,即便不是情侣,也会是彼此极其要好的朋友,因为杨子知道,在这个圈子里,谈恋爱啊,交朋友啊,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,有的人是目的不纯,想借机拍戏,有的人两面三刀,背后一套当面一套。 真正可以相处下来的,都是极好极好的,在看过鱼龙混杂的娱乐圈之后,希望肖战杨子保持初心,找到顺应心意的另一半,所以在余生请多指教之后,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肖战和杨子的二大,毕竟一个是娱乐圈里的帅哥,另一个则是娱乐圈中的美女,而且很多人还期待着他们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在一起,所以说很多人都期待着他们两个人的再次合作,就在近期, 杨子和肖战两个人传出了二大的消息,甚至还有一些网友非常肯定地表示,天骄就是肖战,你们就等着官宣吧,这句话的传出,让很多的人都觉得非常的期待,而且很多人都觉得这一件事情应该是事实,没有错了,毕竟大家非常的期待他们两个人的合作,然后又传出了这么肯定的消息,所以不得不让大家相信,所以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这一部剧的到来了,毕竟大家也是期待了, 很多年了,没有想到终于传出了一丝丝的消息,这让很多的人都非常的兴奋,虽然肖战和杨子两个人的合作是假的,但其实肖战还有三部剧带播,也是值得大家兴奋的。 比如说肖战的《御古遥》、《骄阳伴我》、《梦中的那片海》还有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之大者,这几部作品马上开播,所以说还怕没有剧看吗?这几部作品简直就是完全不同的风格,包括了现代爱情古装虐恋年代剧几乎都占全了,所以说这可以看出肖战的演技完全是非常的广泛的, 因此,大家可以先观看一下肖战的这几部电视剧,然后再期待一下他们两个人的二搭吧,那么你期待肖战的这几部电视剧吗?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,近日,杨子在一次公开活动中坦言与肖战的关系。 这一消息震惊了众多粉丝和娱乐圈观察者,这对看似毫无交集的明星,竟然在现实生活中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,让人不禁感叹缘分的奇妙,杨子,一位实力派女演员,凭借多部热门电视剧赢得了观众的喜爱,她的演技自然真实,塑造的角色形象深入人心,而肖战,则是一位炙手可热的男演员,歌手,以齐俊朗的外貌和多才多艺的才华征服了无数粉丝。 两人各自在娱乐圈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,却嫌少有机会合作,然而,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,杨子和肖战相识了。 据杨子透露,两人是在一个共同朋友的聚会上相遇的,当时,他们并没有太多交流,只是礼貌地打了个招呼,但没想到,这次短暂的相遇竟然为两人的未来埋下了伏笔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杨子和肖战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,他们发现彼此有着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,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也颇为相似,于是,两人开始频繁地交流,分享彼此的心得和精力。 在这个过程中,他们的感情也在悄然升温,尽管两人都是公众人物,但他们一直保持着低调的恋情,他们并不希望这段感情受到过多的关注和干扰,而是希望能够在彼此的陪伴下,共同追求事业和梦想。 这种默契和坚定,让他们的感情更加深厚,杨子和肖战的恋情曝光后,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 许多粉丝表示支持他们的感情,认为他们是娱乐圈中的一对家偶。 同时,也有一些人对他们的关系持保留意见,认为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事业的发展,但无论如何,杨子和肖战都坚定地选择了彼此,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的感情。 对于这对恋人来说,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简单的爱情,更是一种相互扶持和共同成长的过程,他们在彼此的陪伴下,不断挑战自我,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,他们的感情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一股暖流,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受到了爱与温暖。 总之,杨子和肖战的恋情让人感叹缘分的奇妙。 他们相识于偶然,相知于默契,相爱于坚定,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,更是一种相互成就和共同成长的精神象征,愿他们的感情能够长久持续,共同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和辉煌的未来,到底是谁至今为止,仍然坚持要磕这一对啊。 余生夫妇的堂点,真的是怎么扒都扒不完,有人说肖战是中央空调,我不服。 战哥的温度,明明只给了姊妹,战哥的细节,也都在姊妹这里明显,战哥一个人在玉谷瑶剧组里打伞,重规重矩的,是一个毫无感情的喷洒机器。 而来到了余生请多指教的剧组,看姊妹打防晒喷雾,直接一个震惊的双眼,战哥也不自己涂防晒了,端着脸,享受地接受姊妹的防晒服务,两人共用一瓶防晒喷雾,似乎在某种意义上,关系已经好到,穿一条裤子了,裤不裤子的不知道,反正穿一件外套是肯定的。 当杨子被动到瑟瑟发抖,战哥看见了之后,马上就脱掉了自己的外套,动作熟练地给姊妹披上,披好了还摸摸头,整理姊妹绑起的头发,整个动作流畅,行云流水,完全没有一点点犹豫,而姊妹对于战哥的行为也不意外。 自然而然地接受了,太阳稍微大一点,战哥也不管姊妹有没有防晒,马上就出手给姊妹遮太阳,嘴里含笑,姊妹撒娇,战哥没有被太阳晒化,反倒是被姊妹萌化了,脸上不值钱的笑容,太好磕了吧,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了,战哥捧住姊妹的脸,动作温柔,眼神细腻,如是珍宝的眼神。